各位好 因为被问到一些跟我的音乐还有频道影片的问题 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来做一些说明 顺便讨论一下 分享我玩音乐这么多年的一些想法跟心得 因为这当中有一些过程 不断的发现自己有些盲点 然后一起玩音乐的人 很多也会有类似的盲点 所以我想就这些盲点来做一个讨论 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 没有标准答案的 首先我要从我的频道的音乐开始说起 除了在上课教学 以及有一些很简单的cover这些之外 最主要是在讨论的是我自己创作的音乐 我到目前为止有真正发行的 有一张专辑还有两张EP 那有人会问到说 为什么这些音乐那么的粗糙 或者是那么简单 那关于这些事情 我其实有 曾经有很仔细的去想过 要怎么样介绍跟说明 那我现在用这个方式来说 换个角度来说 就是关于平衡 在当初在做这些音乐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做音乐的人 可能都会希望自己的作品 可以尽善尽美 录音的品质可以非常的好 然后就是有 比较好的音色 然后里面的演奏的内容 编曲 这些每个细节都可以琢磨得非常好 甚至包含视觉的呈现 我们都尽量的希望 可以在这些方面做到最好 但实际上我们在运作一张专辑的时候 运作一个作品的时候 会遇到的真正的问题 是在于资源 不一定是在自己的才能 当然才能也是资源的一种 我说的资源 可能包含了你的预算 金钱的部分 还有时间 空间 以及你实际上能够取得的各种有形无形的 投入在这个作品上面的种种 都可以总和 都可以说是资源 那这些资源 其实每个人得到的资源不一定 有人资源非常多 有人资源非常的少 但是如果你 这些是已经决定了 我说的已经决定的意思是说 几乎是在你做一张专辑 或者是做一个作品的同时 它就已经注定了 当时的时候你可以得到多少的资源 即便你能够去借到很多的钱 借到很好的空间 那也是你的资源 那只是一种形式的转换 例如说你有很好的人际关系 可以帮你争取到更多预算 或者是更多的空间 那都只是一些资源的转换 所以这个资源的总量 在当时是固定的 也许过个五年十年 你的资源会变更多或变更少 那就另当别论 但是在想要做一张作品的当下 你的资源是固定的 我们先了解这件事情 然后再去讨论下一步 在资源固定的情况下 我们需要思考的 并不是把所有的资源都 投入在一个作品里面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执行的层面 你能不能够真正的把一个作品 好好的完成 这是一件事情 如果你没有这一层的考虑 你可能会发现 当你执行到一半 你的资源已经耗尽 所以常常有一些作品 是没有办法完成的 这是我实际上 遇过也蛮多这种状况 有些作品跟它的发想很好 执行的过程 一开始也很不错 可是它没有考虑到 它的资源不足以使它 完成这张作品 那有人会过度的偏重其中一方 例如说把认为 所有的资源就是预算 他没有思考到时间心力 自己的体力健康状况 以及人际关系的影响 种种 所以说导致他没有办法 把作品完成 这是其中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从这个点来想 当我们要完成一个作品的时候 你要去思考你的资源够不够用 再来就是关于平衡的问题 平衡这两个字 是今天这支影片要讲的最重要的 是今天的重点 所谓的平衡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投入资源在 做一个作品的时候 并不是说 你有 我们通常会忽略其他的层面 你会忽略你需要休息 需要睡觉 你需要陪伴你的家人朋友 你可能还有工作 或者是你还有学业 或者是有其他的 生活中有其他的层面要 要去去照顾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会忘记这一点 投入所有的资源 去完成这个作品 即便资源够用 完成了作品 但是这个资源 这个作品的 可以这么说 它就是我投入百分之百的资源 所呈现出来的样貌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常常会牺牲掉自己生活的其他部分 值得这么做吗 这一点是 当然这个标准是因人而异的 我相信还是有人愿意投入百分之百的资源去完成 包含自己的时间 所拥有的资源去完成这个作品 当然这样子的情况 结果出来不见得是会让你非常满意的 因为在当下你会发现这个 这个作品 可能不会是你能力的极限 你的能力可能到这边 可是你出来的作品 可能没有办法让你自己那么满意 当然这是一个妥协的结果 事实上这也就是平衡 那你必须要知道 其实你在某些方面 你可能 你没有牺牲掉你的健康 你没有牺牲掉你的时间 或者是生活中还有其他重要的层面 最后呈现出来的结果是这样子 那当然 做音乐这件事情 看人家怎么定义 如果你是为了工作 为了做商业音乐 你可能会有一个既定的标准 你必须要达到某种程度 不然你的作品是没有办法具备一些产值的 但如果你的作品是想要表达你自己的意见 像是你有一些话要说 你要透过你的作品来呈现的话 那这时候你可以思考的是 在有限的资源情况下 你真正能够挪用你的总资源的部分 在你的作品当中 那它可以呈现到什么地步 这时候剩下的才是你的巧思 你的创意去使用的地方 在有限的资源里面 如何让你把想要呈现的事情呈现清楚 让你想要把讲的事情 讲得尽量明确而深刻 当你能做到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就算是一个还蛮好的结果了 当然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人 其他的路人甲乙 没有义务要知道你是在如何有限的资源底下 去运作而得到这个成果的 所以说你有的人会觉得因此有点闷啊 就是我觉得我的才能到这里 怎么出来的东西只有一点点 事实上结果常常是这么现实残酷的 好 那我从这一点要另外再讲到另外一个层面 就是关于学音乐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也会有一些盲点 就是关于平衡 有些学生在我这边上课的时候 我相信在很多地方上课的其他的学生 也可能会有这样子的盲点 就是在我们在学习吉他也好 或者是学习爵士鼓 或任何一种才能 艺术也好 或是一种知识跟能力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没有人希望自己学得很烂的吧 但是我们有可能会把目标 没理由的定得过高 或者是没有目标 反正我就是勇往之前的 一定要练到最好 成为最棒的 或者是能有多好练多好之类的 但是基本上是往好的方向没错 可是在这种追求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如果忽略了平衡 那结果通常就不会让自己很开心 怎么说呢 平衡这件事情 在我刚前面讲的是做一些作品 在学习这边 平衡也包含了跟时间 跟你的家庭生活 跟你的工作学业 各方面必须要达成一个平衡 关键都在于时间 你能够投入多少的时间用于学习 这件事情是超级重要的 你不一定要成为非常好的演奏者 就乐器来说 你不一定要学得非常的好 弹得非常的好 这不是你的义务 也不是你非得要做到不可的 有的学生家长来到我这里的时候 就当作能源训斥他的 或者是很严肃的 勉励他的小孩 就是说 你既然要学就要学好 我觉得其实不一定 学习只是一种摸索跟探索 你可能在接触一个乐器 一段时间之后 你发现你自己不是很喜欢 如果这门课能够帮助你了解 你并不喜欢音乐 或者是帮助你了解 其实你不适合弹吉他 我觉得这门课也蛮有价值的 它起码帮助你更深的了解了自己一点 所以说追求好 它是一个应该是有限度 或者是有一个顾虑到 兼顾到生活的其他层面的 那往往有的时候 有些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他的理解力还不错 他的天分也不错 他很快的能够上手 可是很快的能够理解 跟你的肢体能够完整的操控这个乐器 它是两码子四码 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接下来需要投入的时间 练习 这些事情 如果你没有把它算进去的话 你会发现就蛮尴尬的 因为到下次上课之前 你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时间 去完成你的大脑所理解的那些内容 所以你的理解力越快 你所学习的 你接收到的资讯越多 反而变相的造成你的压力 你会觉得 有好多的东西没有完成 有好多的东西你明明理解了 但是你都没有掌握 可是你又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练习 有的人觉得自己在偷懒 他会反过来鞭策自己 觉得我应该要把醒着的时间拿来 做练习也好 或者是做功课也好 工作或者是什么 你会发现 你根本就没那么多时间 你的资源 你的生活当中的 各方面已经开始在排挤了 我觉得这样子的情况就不是很健康 所以话说回来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你必须去思考到这一点 你的生活当中 所能够挪用 用在音乐里面的时间 有多少 这当中 例如说 你能够挪用在音乐里的时间 练习也好 学习也好 可能只有一点点 可是你的目标 设定的有点高 那怎么办 你会发现这当中就存在着一个必然 就是必然的不可能 要不然你就是要牺牲掉你生活的其他部分 你会想要牺牲跟你的女朋友相处的时间吗 你会想要牺牲你原本应该运动 或者是跟你的好朋友一起打球 聊天的时间吗 有很多的生活当中美好的事情 应该都比待在家里练吉他还要来的有意义 所以兼顾这些方面 你不想要牺牲掉你生活 但是你又不能够达到你的目标 怎么办呢 你必须要思考 你该做妥协了 我作为一个成熟的人 你应该要去理解 你想要的跟你实际上能做到的 是一个不一样的事情 也许你的大脑很聪明 也许你的天分很高 可是世界上不是有大脑 有天分就可以解决所有的事情的 了解到这一点之后 所以任何学乐器的人 任何一个 当然可能太小的孩子 我们就不用去跟他讨论这些 可是当你慢慢的懂事之后 可能你是一个青少年 你就应该要开始学着 自己去控制自己的生活 去理解 你要怎么样判断 把你的学习目标设定在哪里 设定一个让你自己执行起来 不会很痛苦 也不会很尴尬的目标 然后跟你的指导者达成共识 我们往这个目标 设定在这个目标去试试看 一段时间之后 如果你觉得你可以拉高你的目标 或者是必须要调降你的目标 再去做调整 我觉得这样子是比较健康的 即使你没有一个指导者 你是一个自学的人 我也觉得应该是这样子 合理的去安排自己的学习 让自己的学习目标 设定在一个可以收获 到这个程度 我可以看到自己的练习成果 可以得到成就感 这样就好了 那将来 你想不想要改变你的生活的平衡 改变你生活的安排 去追求更高的境界 那当然就之后再说了 好 那第三件事情 今天要讲的是三件 第一件事情就是关于给创作的人 你在做自己的作品 这件事情你怎么样 在资源跟自己的生活当中取得平衡 第二件事情是给学习音乐的人 也许也包含学习其他领域的学习者 第三件事情是给喜欢器材的人 像我自己其实最多的时候 我曾经拥有三十几把吉他 同时拥有的 那到现在已经少很多了 已经不到不到十把吉他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太多 可是这个答案是因人而异的啦 有的人三十几把吉他还是不够 那这就也是看每个人的资源是怎么分布 怎么分配 可能包含了你的工作室的空间 你的琴房有多少空间可以放这些吉他 以及当然最直接面对的限制就是 你有没有足够的预算去照顾这些吉他 我记得三十几把吉他 要每次到一个固定的时间 要一起换弦的时候 非常痛苦 不只是要买很多的弦 光是换弦的时间就觉得自己很浪费生命 因为自己其实一个时间同时只能弹一把吉他嘛 可是却有另外三十几把晾在那边没有用 那这也因人而异啦 因为我们拥有很多吉他是有非常多的理由的 收藏是一个最直接的快乐 这件事情我能够理解 那当然有的时候是为了工作上的需求 或者是创作上的需求 没有一把吉他的音色是一样的 所以因此我想到另外一个音色 我似乎就应该要去找到那把吉他 也许我需要去找更多的扩大机 或者是更多效果器 也许是对于鼓手来讲 你可能需要更多的小鼓 更多的铜拔 大概都是这样子的事情 但是回到跟回应一下跟创作相关的事情 就是我们也真的有那么多资源 可以处理好自己跟处理好这些物品 大概是这样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试着用不一样的策略 不一样的角度去思考 你怎么样拥有属于你自己的乐器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工具 不要成为你的负担 所以也许你可以花很多的钱 去买很多的乐器 或者是集中你的资源 再照顾好一两个 你觉得最合用的乐器 这没有对错 你找到你自己的标准 就可以了 但因为包含我自己 以及我的朋友们 学生都会曾经有一些时期 就是被太多的器材 影响了自己的空间 跟生活品质 这些事情是需要去思考的 照顾一下的 所以说 有一个小鼓 比你现在的小鼓更好 你想不想拥有它呢 有一把吉他 那么便宜 而且还比你的吉他更好 你是不是应该要买下来 有很多的事情 你需要好好的想一想 然后 我相信 当你知道 你得到的是一个更平衡的生活 而不是不断地在牺牲你的物质欲望 或者是牺牲你的创作品质 或者是 不断地谴责自己 是一个不够用功的学生 我觉得这些 如果你知道 你并不是在牺牲 你是在成全一个更平衡的生活 我觉得 你就慢慢地走出这些盲点 你在玩音乐的过程 你也会比较快乐 今天就讲到这里